大家好,我是三秒携小尾巴上的 那么我们讲到乌克兰的这次战争 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就是很多人,很多黄俄孝子们眼中 所谓的北约东扩 其实我之前也做过节目 这哪是北约东扩 这明明就是东欧西头嘛 你像什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国家实在是受不了俄罗斯这样的淫威 纷纷请求加入北约 这样的话就可以动用北约第五条的共同防卫条款 一旦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 那么就视为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宣战 当然你就包括波罗的海三国 他也加入了北约 这在过去这是俄罗斯的禁地嘛 是不是也加入北约了嘛 等等等等 是不是最近瑞典跟芬兰也在原则上 连土耳其都同意他们加入北约了 所以你看这根本就不是北约东扩嘛 这就是东欧西头 东欧为什么要西头 这些东欧的很多国家过去曾经隶属于一个 很多人以为会跟北约是一个counterpart 是一个equivalent 是一个可以等量器官可以比较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东邪吸毒 所谓一时余量 所谓就是绝带双交的这个东西叫华约 华山条约组织 那么当初他成立的目的的确也是名义上讲是对抗北约 但是啊 北约内部有摩擦吗 有啊 这么前些年 马克龙还说北约已经脑死亡了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 前些年美国前总统川普不也说吗 说那个美国凭啥要给这个北约的这些成员国承担国防议 不承担了 对不对 再往前导致导致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 法国对于北约的架构很不满 想要退出北约 那美国也没有悍然出兵法国 对不对 但是苏联就不一样了 所以您看这个北约跟华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什么呢 这个北约啊 它是不是好东西 咱们可以讨论 您完全可以说它不是好东西 但是有一条 如果北约都不是好东西的话 那么华约就更TMD不是好东西了 因为北约还没有到打自己人的地步 而华约这可巧的 嘿 专打自己人 这华沙条约内部啊 1955年华沙条约成立的 那么1956年就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 那么到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 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刚好是赶上那个谁 米兰昆德拉 他去世了 那么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清里面 很隐晦的写到了波拉格之春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好嘛 您说您作为这个华约集团的老大哥 怎么就悍然出动了坦克 悍然出动了军队去干掉你的这些成员国的高层呢 你这不就是对其他成员国的主权的践踏吗 具体的波凶事件啊 那无非就是啊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然后呢 这个各国包括波兰跟匈牙利 实在是不堪忍受天下苦 苏联久以 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之后 然后苏联就悍然出兵 出兵之后呢 这个匈牙利当然是无法抵抗 然后双方达成合议 即使达成了合议 苏联还不满 把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最高首脑给软禁在罗马尼亚 并且把他给处死了 这就是华沙条约内部 您要说起来所谓的兄弟秦亚 那有人总是说起来 北约不是在东获吗 那霸权 您华约你要牛的话 您可以往西阔呀 对不对 您可以让这个法国加入华约吗 您可以让这个南斯拉夫加入华约吗 您可以让意大利加入华约吗 怎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愿意加入华约吗 难道还不就是因为您这个华约 您别说跟北约对抗了 可能您加入华约之后 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头领和老大哥 那个铁拳就会随时的砸下来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也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布拉格之春 这个苏联的进步在于什么呢 他没有像这个波兰匈牙利事件那样死那么多的人 整个的布拉格之春的据说 苏联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是在100人之内 这个苏联多多少少还是进步了 那您说您做成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脸都不要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那不当时的那个苏勋宗 伯列日涅夫啊 为他自己在华约内部如此的胡作非为 是找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限主权了 什么意思呢 您的这个国家的主权啊 不是在任何的条件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吧 当然有人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也说过这话 对美帝国主义是说过这话 最早啊 是美国提出来这种有限主权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二战之后战败的德国和日本 他们应该只是有限主权 对吧 是这个意思啊 包括911事件之后 美国的一些学者也说 一个国家的主权也不应该完全是这个 呃 由自己说了算 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在践踏人权了 那么人权和主权孰亲孰众 相信您是有自己的判断的 这里我就不再多说 对吧 那这样的东西 您觉得多多少少相比于苏联的这种有限主权 是能够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这个有限主权是这么说的 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大家都亲如兄弟 那么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集体利益 高于一切 任何人 任何的一个国家 如果他想去背离社会主义大家庭 而去走向资本主义大家庭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的主权就不受保护 那么老大哥就可以拿铁拳去砸他 对不对 这就是伯列日涅夫的这个有限主权理论 熟悉吗 哎 您不要忘了 这个现在好像这个普京大帝不再提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了 很多黄鹅孝子还是觉得这个整个整个的这个普京 整个整个的俄罗斯 他们对这个非常有感情 可是普京自己对这个苏联其实也是很反感的哦 对不对 那么整个普京说乌克兰就不是一个国家 对不对 您现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是2023年的7月 您的记忆力如果稍微好一点点 您就应该记得在2022年的2月份 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前 普京是发过文章说乌克兰就不应该是一个国家 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有限主权论 当然有人会跟我说 那跟苏联比起来 美国也不是好东西 那么好 那么请问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某些国家吧 是否把主权置于人权之上 在国内对于人权肆意的践踏 那面对这些国家 美国有没有像苏联当年入侵匈牙利 波兰和杰克斯洛伐克那个样子去 悍然出兵干涉呢 对不对 那么苏联说 这个俄罗斯说乌克兰 他就不该是一个国家 而且说应该在乌克兰 画一条跟北约的缓冲战 那么请问美国 好像离美国不远的地方就是古巴 对不对 那么古巴那个地方 美国是不让苏联去部署导弹 但是有没有说 我要悍然入侵古巴 好像之前搞过一个珠湾登陆 然后不了了之之后 在卡斯罗执掌政权之后 美国好像也没有这么干吧 甚至有一些国家是哭着喊着 想要加入美国 然后美国都给拒绝了 那虽然美国不是个好东西 这是您说的 对不对 美国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美国不是个好东西 那么苏联和俄罗斯 那就更不是个好东西 而且这整个的华沙条约组织 在伯利日涅夫的有权主权之下 如果说北约 它是一个军事合作组织 但是华沙条约组织 它是有一个什么 政治军事统筹委员会 外交部长会议 它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 就是整个华约组织内部 军事长官 都是由前苏联的这些将军们 做担任的 其他国家想担任 没门 而且其他国家必须服从于前苏联 您就比如说当时的阿尔巴尼亚 当时前苏联说 你必须给我开放 这个港口给华约 结果阿尔巴尼亚不满 退出了华约 等等 这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变故 各种各样的故事 那您要说阿尔巴尼亚退出华约 为什么没有被苏联给老大哥铁拳呢 您逐渐隔了个南斯拉夫嘛 南斯拉夫也是早就看的这个苏联老大哥 原来您是这样的老大哥 那干脆就退了 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苏联想要对阿尔巴尼亚动手 其实是挺困难的 所以整个的华纱条约 本质上是绑在一起 然后在内部肆意的去践踏 各个成员国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么请问这样的组织 谁能满意呢 对吧 直到现在还有人觉得 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应该是一家 那么这个俄罗斯只不过是想要什么 什么这过分吗 那您问我们不查的那些难民 您问我伊尔平的那些难民 所以俄罗斯干的事情跟从某种意义上讲 比当年这个苏联的华沙条约内部干的事情 还要过分 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那是一样的 什么呢 我自己活就不能让别人活 我们的控制欲才是最大的 你们都要服从于我这个控制欲 说穿了 无非就这么回事 而这样的东西是我们说苏联俄罗斯 它的文化基底上的一种DNA 那么这次乌克兰战争只不过是这种东西的 重复再现而已 所以您就别给我说什么北约东扩这种东西了 对吧 那不是有个笑话吗 那个苏联笑话还是东德笑话 昂纳克站在阳台上看到太阳 嗯 太阳往上好 嗯 往上好 中午好 中午好 晚上好 去你大爷的 老子现在在西德 对不对 就拼着命的往西跑 各种各样的都在往西跑 至于原因是什么 对吧 这个您也懂得 行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